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 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 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 你心中所想的那个锻炼中的他 会开心你主动跟他联络吗? 排面上总共有三个选项 有左、自幼 N K U 选好了吗? 我们就开始咯 我们来看到 选到N 这一组牌组的朋友 在验证牌中 你们最后一次联络时的感受 从验证牌可以看得到说 在你们的这段关系的话 已经纠结了非常的久 又或说可能你们是已经 在这段关系里面 坚持了非常久 但是对方好像都一直似乎 没有办法给予你们比较明确的答案 或说在他的态度的部分的话 总是会让你觉得 是那么的暧昧的不轻 所以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 你时常会觉得自己很受委屈 或说对方其实都不太搭理你 又或是你会觉得自己的所有的付出 就仿佛是付出于流水一般 是真的完全没办法感受得到 你们的这段关系的未来 所以实际上在你们做一次联络的 那个时候 你的感受其实和平常一样 很担心这段关系 甚至会随时结束 又或说你要去留意到对方的情绪 自己会不会不小心说错话 又让他那么的不开心 同时呢 在你这段关系 你也看不到未来 感觉不到对方有多在乎你 你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小丑一样 就是一直在取悦他 或者是在看他有哪里需要帮忙 但是他却没有看到 其实在你的内心里面是相当的心寒 又或说 其实在面对说你们的这段关系 你是很没有自信心 或说你是很没有安全感 对方就好像仿佛对 这一切就是视而不见 又或说他总是没有感受得到 他就没有去挽回 或说也没有去好好的面对说 你们的这段关系 所以实际上 在你们最后一次相处的时候 你还是和平常一样 会和他聊天 或说会和他开玩笑 又或说你还是会和他讲话 就是你其实 在于平常的这个部分 你是没有太多的一个改变 但实际上在与你的心情上 有很大的落差 就是每次被他伤害 或说每次被他给忽略的时候 其实你心中都有一股寒流 你会觉得这段关系 你是看不到未来的 所以如果说就算突然就这样子断脸了 或说就突然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了 你也会觉得说好像就算了 或说就觉得有点无所谓 其实你并不是真的无所谓 而是你真的觉得说心真的很累 然后真的觉得很无奈 你的所有的耐心 就是在这个人身上都已经被折磨殆尽 又或说已经被这个人给消耗完毕 所以你其实在最后一次的时候 你就是跟他的相处 或说你的感受是相当的平淡 然后是那种让他比较看不出来说 你其实已经不想要再面对说这段关系 所以其实看起来有可能 最后一次的话并没有太多的 那一种比较激烈的争吵 或说激烈的言语 就只是单纯很平常的那种对话 然后你其实心里竟觉得说 就算他不回你 或说只是回复给你的贴图 又或者是他已读不回的话 你就不想再理他了 就是让这段关系就这样子下去吧 好 以上如果说验证牌有符合到 你们这个最后一次的感受的话 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说 他目前过得如何呢 那这边其实从排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这个人他目前的话 是以他自己生活的状况为主 但是呢 他现在在他的人生之中 还是会时常感觉到有很大的挫折 又或者说会觉得自己 好像是被这个世界上给抛弃了 同时呢 也看出来说 这个人他现在目前工作 可能是真的还蛮顺利 又或者是说 他可能在过往他的工作上 他有付出相当一定的努力 或者说有付出相当同样的时间 或者说精力在那个里面 所以他现在的话算是有所回报 又或者说在他的职位 他的金钱部分这边是有所回收 所以事实上这个人现在他的人生之中 或说他现在生活真正的重心 是在工作上 又或者说是在他的金钱的这个部分 那同时对方他会觉得说 只有金钱 财富 工作 能力 地位 才能代表是这个人的价值 或者说一个人存在这世界上 或者说社会上的意义 所以其实这个人他非常的重视 他自己在职场上的一个表现 或者说非常重视他自己在生活上 他的财富上面的表现 所以这个人的话 他现在目前的话呢 可能是对于金钱比较 在花费部分不会太过于拘泥于小节 就是他觉得说如果说只有差个一两块 或者说可能就差个十块 在这种很小金额他会觉得无所谓 但如果说可能有差到一百块 他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那么的不开心 但如果说差到一千块 可能他就会觉得说有点差太多了 就比方说其实这个人 他目前在对于说小钱的这种部分 他是比较不在乎 那这人的话同时呢 他在面对说换工作部分 他现在也没有特别有这方面的想法 又或者说他现在在对于说工作部分 比较不希望说有人来给予他更多的意见 或者说来去质疑他 他会觉得依照他自己 一直来目前的方式去生活 或者按照他一直来的那种的模式 去他的工作领域上是一定可以得到成就 或者说可以得到有所收获跟回报 所以这个人他现在在对于说 他的工作是比较有点自视甚高 那在他的人际关系部分 现在算是有遭到蛮大的一个打击 或者说比较是没有办法被别人给接受 就表示说其实身边的人的话 在对于他这个人或说跟他相处 会抱持相当一定的警戒心 又或者是说可能会跟这个人 会有很多距离 所以其实这个人他目前如果说在他的工作 或说在他人际关系部分 算是一个蛮大的差异性 那如果说你要问感情的话 事上这个人他目前他的单身的几率比较高 但是也没有说一定 因为只是一个几率的部分 那只是这个人他在面对说感情的话 他现在的重心是没有在那个上面 所以他有可能会一直换伴侣 或是说可能在面对感情 就没有那么的专注在那个上面 所以说他如果说有跟别人交往 他会觉得说自己比较像是在单身一样 那我们先来看到说 如果说你主动联系他 那他会开心吗 那这边其实在排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如果说你真的主动联系他的话 他确实心中会蛮开心的 同时呢这个人他会觉得 他好像就是又拥有了什么 或说他曾经所熟悉的东西 又再次回到他的身边 所以如果说你们两人之间 在刚开始重新恢复联系的话 这个人应该会还蛮有很多话 可以跟你聊 或说他会把他生活情况跟你分享 或说他可能会跟你讲说 他最近发生什么样事情 然后可能在你们前面相处的那一阵子 或说可能刚恢复联系的时候 他会一直很主动的跟你聊天 或说会主动关心你的这个境况 或说会关心你现在过得如何 然后每天可能都会一直让你觉得说 你好像被他给在乎 但是实际上 他只是真的希望说 有一个人可以陪他聊天 或是说你对于他而言的话 是有一种新鲜感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再跟他 有谈一些感情 或说想跟他有进一步发展的这种情 事实上对方可能还是会适当的跟你 保持一些距离 因为是这个人的话 他确实比较不会主动想来找你 但如果说你来主动找他 他会很开心 因为这是一个所熟悉的感觉 又或者是说 他会觉得你们曾经是 还不错的关系 或说你们曾经是好朋友 所以现在他正只把你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伙伴 或说一个很重要的朋友来看待 但如果说要谈感情的这个部分的话 他现在或说你跟他主动联系之后 他确实还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或说他并没有想要去发展 你们的这一段关系 那到最后面 或说在你们随着时间 开始慢慢又有一点相处久了之后 他又习惯了你完全习惯之后 他会很常会对你视而不见 或是说因为再一次的重蹈覆车 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 他的时候就会懒得回复 或说他会跳着回复 或说他会挑他所想要的讯息去回复 所以其实这个人他之后 如果说跟你讲话 或说跟你相处的时候 他实际上还是会跟以往以前一样 用他所熟悉 或说用他习惯 或说他觉得是拒绝你的方式的模式 来跟你讲话 来跟你相处 但是如果说你要再次离开他 他确实也还是会觉得很可惜 会觉得很惋惜 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人的话 就是随着你跟他断联 然后复合 断联复合 这个次数越来越久 或说越来越多次的时候 那这人有可能对于说你的耐心 或说那种新鲜感 又会开始渐渐的削弱 又会觉得 好像你其实过不久 又会再回来找我 或是说他会觉得 其实你们自己只是好朋友 他就没有太多的想法 或说其实对于说这种关系 就没有太多的上进性 好以上就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 希望你们有所帮助 如果说对于有帮助 或说那种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还有留言 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 有演员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 选到K 这一组牌组的朋友 在验证牌中 你们最次联络时 你的感受是如何呢? 那这边从验证牌 K看到说 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 嗯 其实对方平常应该对你没有太差 但是可能在这段关系 你一直还是会希望说 对方可以给你一些主动的回应 或说对方可以多留意到你的心中的感受 或是说对方可以主动去来关心 你可以多回应你的讯息 或是说他可以对于你做出一些浪漫的事情 但对方他总是就好像是那种 当初我没看到 或是说他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 他的上进心 或是说他的专注力 是比较没有在你们这段关系之中 他在平常跟你相处的话 你会觉得他好像就像是在打太极 让你退 他就进 那你进 他就是退 所以其实在这段关系之中 比较看出来说是 你们在这段关系里是真的非常努力 然后最后面随着时间的努力 或说随着你们一直不断付出 确实有相当一定的成果 对方他真的是有把你当成是 还不错的人 或说还不错的对象 他就是有想说要再跟你进一步 发展的这种的态度 或说有拿出他的诚恳 所以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 你们确实还是有得到你们应当 或说你们想要得到的一些的关注 跟回报 那这个人的话 他最后一次跟你们相处 有可能是比较多他主动来找你 比如说像传讯息 或说你们突然就偶遇了 然后对方的态度的这个部分的话 会让你感觉到说 他好像是真的蛮重视你 然后好像是真的很有诚意 来去关注或说来去对待你们的这段关系 只是对方他好像仿佛在跟你们约下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就是有一点在可能遇到突发的状况 然后导致于说让你这段关系 比较没有办法见得到面 以及呢从排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有一部分的人 你们是不是在网路上可能聊天聊很久 然后都一直都没有机会见到面 那等到你们终于有机会 所以可以见到彼此的时候 那最后面可能你们第一次见面 然后对方就没有下文 或说可能对方就这样子消失了 所以你们可能也有的人会选到这一组 那这边其实在排面上最主要讯息就是说 你们一直在这段关系里面本来都是处于弱势 那等到后面随着你们越来越努力 然后你们都一直不断的付出 然后可能去找很多老师做占卜 然后他们可能会给你一些建议 可是说你可能有下一些的爱情的摩 魔咒点蜡烛之类的 然后对方可能突然就对你的态度有所好转 然后中间可能是你们相处也过得还不错 或说可能对方给你的回应 也让你觉得说蛮开心 但等到你们又再下一次过段时间 要跟对方有再更进一步的接触 或说更进一步的发展 对方好像就是又退缩了 然后又这样子就消失了 就是会有的人可能会选到这一组 好那这边如果说以上建议盘有符合到你上 就是你们做一次联络感受 觉得心很累 然后莫名其妙这样断联的话 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那接下来往下看就说 他目前过得如何呢 那这边其实从排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这个人他目前现况的话 他可能在他经济的部分 现在并不是到那么的好 有可能最近这个人他要准备失业了 或说可能被裁员了 又或者说他可能一直都有在经营一家店 或者说可能玩股票 那现在都完全是大赔 或者说可能就这样子 因为受到可能疫情影响 或者说可能融资上有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现在他们可能在经济部分 这目前压力是还蛮大的 所以他们现在的生活 是呈现一个相当停滞的情况 又或说可能在财富这个部分 现在是比较没有办法做保留 所以有一部分的人的话 现在可能是属于待业中 或说是准备要面临到失业的 这样的情况 那另外的部分就是有可能这个人 他最近准备要换工作 或说可能要转职 然后他现在准备就是要 换到下一个新的环境 或说可能刚换 现在正在新的环境 正在想办法 或说重新的去适应中 那这个人的话 同时呢 他现在的生活的困境 算是还蛮大的 所以他现在非常需要有人来帮助他 但是他现在呢 他也会想办法 让自己不要受到这方面的干扰 或说这方面的影响 他还是努力的去依照 他自己所习惯的方式去过生活 然后用他自己所觉得好的方式 来去经营他 或说来去过他的人生 所以这个人他算是蛮看得开 他人生中的困境 那有一部分的人的话 有可能是他最近准备要去旅行 或是说去澎湖 或说因为澎湖的东北季风要来了 所以他们其实到10月12号 差不多就结束了 所以可能他现在准备要去旅游 或者可能要去做一些环岛之旅 然后现在就会有大量的金钱的流逝 所以其实这个人 他现在也是主要是有在规划说 他可能要准备要换工作 然后换地方居住 或说可能要去旅行 又或者是他可能要去国外生活 或者说打工度假之类的 那这个人的话 他现在是比较着重在说 他的人际关系的层面 所以其实他如果说一直注重在人际关系 然后都只把他的钱给流失的话 那这边就会照常说 他生活上面就不会那么好过 那有一部分的人会有可能说 这个人他现在正在准备做进修 就是他可能会去上过一些课 或说可能想办法提升他自己的软实力 然后去让他自己能够有更多 一个可以转职的机会 就是这个人他现在是比较着重在说 他自己本身的实力的这个部分 所以他就会花很多的金钱去上补习班 或说可能会请家教 所以这个人他算是现在金钱上 或说生活上并不是到那么顺顺 或说可能是呈现出有一种停滞的情况 但是他还是很努力的去把握好他的人生 好那接下来往下看就说 如果说你主动跟他做联系的话 那他会开心吗 那这边其实在排面上对方的话 他可能并不会特别的那么的开心 就是他也不会到那种很兴奋的感觉 他就是那种很纯粹 或说就是你来找我联络 或说可能我们就是好久不见这种感觉 但是就算你可能主动找他联系 或说你可能想要跟他有更进一步发展的话 可是他不会有太多的表示 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在对待你们的这段关系 或说在对待于说你主动找他联系这件事情的话 他是看的还蛮淡的 他会觉得这段关系之后的发展 他是觉得都没关系 所以他也没有做任何的设限 甚至他可能会用一种不一样的态度来跟你相处 或说来去跟你发展一段不一样的情谊 就是说有可能你过去是喜欢他 那他也知道可能就有点逃避你 那他现在如果说你主动联系他的话 他说那我们好像可以蛮适合当好朋友 就是比较不适合当恋人 然后他就拿出诚意来跟你好好的相处 然后让你知道说 其实他也是很在乎你们这段关系 然后你就会感觉到说对方他有拿出一些诚意 但是呢对方他在你们这段关系 他就不他并不会主动的付出 或说他也不会去特别的想要去外赚关系 投入些什么样的经历或说金钱 就是你可能会感觉不到对方的积极性 他仍然会采取以被动的姿态 然后必须要你主动的去找他 或说你主动的想要跟他有维持情益 那他就会给你一些比较良善 或说比较好的一些回应 可是他却不会想要来主动的找你 除非是你们有共同的话题 所以其实这个人他在之后 你主动找他的这件事情的话 那他其实在面对于你 他都是抱持着一种比较开心 比较是顺其正的态度 他就不会有一些太特别的想法在 所以表示说其实这个人 他在对待你们这段关系 他正是把你当成一般的好朋友 所以对方是真的把你看成是蛮重要的伙伴 但是对于他而言的话 你的角色是属于可有可无 你的地位是那种 并没有到那么的让他觉得举足轻重 所以其实会觉得说在这段关系里面的你们 就是不要抱持太多的期待 会希望说你们就是以平常心的方式 跟对方相处 让对方知道说 其实你会觉得没有他也没有关系 就算没有他你也可以过得很好 就是有点像不要让对方觉得说 好像是你非他不可 不要让他觉得说他占到便宜 或说他就是比你高人一等 就是不要让他觉得得了便宜还卖乖 好那这边以上就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 希望你们有所帮助 如果说对你有帮助 或说让你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 有杨阳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我们来看到选到 U这一组牌组的朋友 在验证牌中 你们在最后一次联络的时候 你们的感受是如何呢 那这边其实从验证牌的话 洋洋会觉得说 不知道说你们最后一次联络的时候 是有发生一些比如说家庭上的革命 或说是那种很大的金钱上的纠纷 又或者是可能最后一次你们联系的时候 可能有真的完全大吵一架 那这边其实上有可能是因为 你们一直来都有一些部分 是你们可能真的一直都无法忍受 或说你们可能真的忍对方忍很久 你们都一直有不断的劝导他 然后都只有跟他讲说 他这样子可能并不是让你觉得很舒服 或说他这么做的话 是会让你觉得感受没有那么的好 或说会造成这段关系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影响 但是呢对方仿佛好像就是完全的不知好歹 然后对于说你们的这段关系 就好像是他都会认为说你就是应该要迁就他 或说你就是应该要去适应他 又或者是他好像是完全没有那么的上进心 就会让你觉得他没有很认真的在看待你们的这段关系 导致于说让你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你时常会真的觉得说你真的很累 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完全没有被他给重视到 所以在这段关系之中 你们在最后一次的话 你们终于完全的大爆发 是把你们所有一切所不满的事情跟感觉 有跟他做宣泄或说让他明白清楚跟知道 那对方的话就会觉得说他非常受委屈 然后他会觉得说他就跟你讲很清楚 是你自己没有去做这方面的调整 然后他也会找一大堆理由跟借口 来去影响到你们这段关系 所以你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其实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可大可小 那只是你只是看不 就是没办法接受说他这个 让你觉得说比较不舒服的这个部分 会希望说他真的是能够改 或说你只剩的是苦口婆心 那对方就是真的完全有点小夹子气 或者说可能就是在情感的处理这部分 没有到那么的成熟 所以就会你们可能就是大吵一架 那如果说是跟金钱有关的话 就是有可能对方就是捐款而逃 或者说可能对方就是不想管你钱 或者是对方在对说财成这部分 或者说金钱这部分 他的观念是真的还蛮差的 所以导致说让你们可能对说自己未来的生活上面 你们看不到自己的那种好的部分 或者说可能看不到彼此之间 那种未来有保障的情况 所以会导致说让你们在这段关心里面的话 会觉得说好像结束可能会比较好 或者说可能断练的部分会比较好 所以其实在这边旋断这一组牌组 你们大部分而言到最后面 觉得说怎么会断练是充满一切的问号 或者说可能会觉得说对方怎么这么的敏感 或者说怎么这么的脆弱 那其实像殊不知有可能对方 他也觉得说他忍很久了 就是你们之间的沟通 或者说你们可能之间的那种感觉上 或说认知上是有蛮大的落差 那当然这样的断练 并不是你们所喜欢 或说也并不是你们所乐见的 只是你们真的觉得说 对于现在这样的情况的话 你们是抱持着比较傻眼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跟感受 好那接下来往下看 如果说以上讯息有符合到的话 我们来去往下看就说 他目前过得如何呢 那么接下来往下看就说 他目前过得如何 那这边其实从排面上 大家应该也感觉到说 这个人可能他目前现在身边 是有另外一半 或说可能是有高度暧昧的对象 或说可能是有跟喜欢的人有在发展 那这边其实有一部分的话 有可能是说这可能最近谈了网恋 或说可能跟他心里 现在所想的那个对象的话 两人之间并没有还 并没有到那么的熟 因为我们这边有出现一张 就是圆盘八的逆位 所以比方说其实他在这段关系的话 他目前可能是还没有到 跟对方有那么熟悉 就是有可能真的是 网恋的几率是还蛮高 或说可能是跟对方是刚认识 然后对于说对方是有蛮大的好感 或者说可能对于说对方的那种 现在目前的状态是有蛮符合到 他心中所想要的这种的状况的条件 所以事实上这个人 他目前是比较着重在说 他的恋爱的部分 也就是说这个人他现在在对于感情 或说对于爱情 他现在是完全没有很多的设限 会觉得说我开心他开心 那大家都开心这样就好了 就是他现在并没有到那么想要去负责任 因为我们这边的恋人牌的感觉 是有一点像是说 两人之间就是彼此心灵相通 或说有那种肉体上的心 因为两人之间都没有那种穿衣服 然后这个女生身上的刺心 又是代表着那种射手座 所以表示说其实他们这段感情 有点像是来得很快 那这边同时又配上了就是那种 就是保健室 保健室者的阵位 所以表示说其实在这种关系之中 他有可能他在过往跟在 你就已经有认识的几率还蛮高 然后现在的话他们就两人之间走得很近 就是有点像说他们有点 原本就是背地里在背着你搞 然后现在终于把你给踢开这种很扎 然后很垃圾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那有一部分的话就是有可能 他是在离开了你之后 然后开始可能会用通讯软体 或说可能他开始可以接受 跟别人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或者是说他能够去接受跟别人 就是文字讯息那种爱爱的那种方式 就是有一点就是大家 因为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嗜好 或说很喜欢就是这方面的感受 就特别喜欢那种文字上面的调情 或说喜欢那种见不到面的爱情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这是个婆拉图式的恋爱 但是其实每个人在对于说爱情部分 定义的那种喜好程度本来就不一样 所以只是说这个人他最近 在他的工作上面可能是属于那种比较平稳 或说可能是并没有太大的状况 但只是这个人他目前的重心是在他爱情部分 那有可能是说这个人最近他现在是属于 比较喜欢那种肉体上的欢愉 或是说很喜欢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他可能很觉得说感情部分的话 并不一定说要完全的停留在一个人身上 可以偶尔换一下新的口味 所以这个人他现在目前在感情部分的那个 专一程度是比较不高的 那比较少部分的讯息的话 有可能说这个人最近是有遇到新的认识的 还蛮感觉的对象 可能并不一定是跟对方有发生关系 或说并不一定跟对方有情感上的纠葛 但是就是说有可能他跟对方现在是属于那种蛮聊得来 或说可能对方是很大的口味 那现在跟这人之间算是打得蛮火热 或者是说可能两次间是蛮有话可以聊 就是蛮来电的感觉 就是在回复讯息的话 可能就回复他会回复的非常快 就有点类似那种秒读秒回的那种的情况 那接下来往下看就说 那如果说你联系 你主动联系他的话 那他会开心吗 那这边话我们都看到有两张的十的正位 所以其实这边以排面上就很清楚就说 这个人他对于说 如果说你真的主动联系他的话 他反而会觉得说心情压力会蛮大 并且呢他会觉得你们这段关系 对于他而言的话是真的已经结束了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会希望说 从回到这段关系 或者是说你可能真的希望跟对方 有在机会再谈 再谈一下或说再讲话话 对方可能会不太搭理你 或说其实对方真的已经把你给拉黑 把你给闭锁 就是封锁吗 我不知道忘记中国另外一个用语是什么 我只要是拉黑 然后台湾是要封锁 那就是说对方其实他 啊这个 屏蔽啦 对就可能对方把你也给屏蔽 有可能 就是对方他会觉得说这段关系 对于他而言是真的已经结束 他没有想说要再跟你继续发展这段关系 除非除非真的是他会觉得说 他现在人生的很无聊 或说可能他真的是没有人要了 那他可能就是会觉得说好像真的可以来找你 或说会愿意跟你再一次尝试看 所以会觉得说在面对说这段关系可能会 他也比较不建议你们去重回到这段关系 因为这个人他会觉得说就算你真的主动找他 他现在真的也没有打算说要跟你发展感情 或说并没有打算跟你发展关系 他会觉得说其实这段关系 你已经从他的生命之中给离开 或是说他会觉得你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络了 那当初可能也是你自己做决定 或说你当初也并没有去展现出你的诚意 又或者说他会觉得他已经有跟你把话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他反而会觉得说你回来找他 那应该是你想清楚了 那就是应该要当好朋友了 就是这种的那种态度跟这种口气 有没有让你觉得很讨厌 所以这个人他可能在过往的话 已经有跟你讲得很清楚说 他希望你们这段关系的发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或说是往什么样的方向去相处 并不希望说你越线 或说并不希望说你与举你们之间的这种的举动 所以会希望说选到这组排组朋友你们 再对说这个人的话 你们可能要重新思考说 究竟跟这人之间相处 或说跟这人发展的话 是不是真的是你所想要的 好那这边以上是选到这组排组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 或说让你们有所公民的话 请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还有留言 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 有演演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